我觉得接下来的时间 我估计现在的弹幕已经停不下来了 找不到我们了 看不见我们了 看不见我们了 没事 你们看得到她就可以了 她是谁呢 来 欢迎我们的冯提莫 哇 今天提莫也是非常的漂亮 这是冯公主 我觉得 是 今天是公主 今天的裙子也是非常的美 此时此刻 瞬间让我们觉得 做主持人也挺辛苦的 因为很难找到更好的指导 来去形容她们的美女 已经形容不出来了 知道吗 因为其实 其实那个提莫是 很多人也是心目中的女神嘛 然后 所以这次来到现场呢 可以看到她本人也是非常的开心 之前见过她吗 没有 对 那你现在感触应该良多了 我现在 对 我现在想要特别希望 等一下水友们帮我们结个屏 然后把照片发给我 然后我纪念一下 我跟她 我跟她每次我见到提莫 都会跟她合影 然后把之前的合影都摆在一起 然后所有人都说 哇 越来越美 越来越美 天哪 来 欢迎 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冯提莫 来 我的直播间是71017 你的直播间现在大家都知道 我们现在不敢说话 因为我们特别害怕 我们怕说什么都错 你知道吗 对 所有的水友都会说 主持人不要说话 我看来 提莫 对 我觉得为什么空气突然凝固了呢 因为我感觉说什么都不要说 打咬了 问号 闭嘴什么之类的 那这样吧 我把这个提问的机会给到你 反正你第一次见到她 对不对 见到自己的女神来问一下我 好 好 那其实我今天代表着正在收看直播的所有 所以我们问一下题目 今天就是有没有准备什么样惊喜的表演 等一下要送给她们呢 有呀 等会会演唱歌曲 对 演唱歌曲 沈杰杰 那今天其实来到现场呢 也是领奖嘛 获奖的心情 可不可以提前跟我们分享一下 提前分享获奖的心情 对啊 那肯定是非常的开心 然后非常的激动啊 然后很感谢斗鱼第一次颁奖 然后颁给了我 然后很荣幸 还有什么问题吗 还有就是今天的衣服很漂亮 是特别找设计师设计过的吗 应该是 租的呀 租的呀 咱能不能不那么大白话 对 因为我想说 太实诚了 这么重要的场合 一般都会找一些非常著名的设计师 设计一套非常合身的衣服 对 只是她通过委婉的方式来告诉了你 对 就是穿什么都好看 她想保持低调 对对对 之前不是说要问我问题是那个 是的 我会问的 不要着急嘛 对不对 哦 这样 前不久呢 我们知道提莫刚刚参加了这个快乐大本营的录制 然后分享了一些趣事 那我们现在也特别想知道啊 随着你越来越 事业越来越好 是 然后呢 也越来越漂亮 我们特别希望呢 作为你的粉丝 18年可以看到你更多的计划 更多的改变 那么在这样一个很大的盛典的现场 能不能也通过我们的这个镜头 先和大家分享 那么一丢丢 现在能分享的 对 我是觉得那个2018年那我肯定还是要继续努力的直播 然后呢 在家玩玩游戏 是 然后呢 还是在家唱歌 然后户外直播 然后也会继续边走边唱的 因为要自己努力去进步嘛 嗯 然后就是在音乐方面的话呢 我是想就是踏踏实实的一部一个脚印 然后出更好的作品带给大家 嗯 对 这样 然后最近呢 也会有新作品 然后请大家期待吧 一定要多多的支持 那我们唯一粉丝会担心的事情 就是那么多不同的环节 那么多你要准备去做的直播业务 很多 会不会身体 吃不小 你看你已经越来越瘦了 对 很瘦 会不会下次见面你就更瘦了 他们会担心啊 没有 我担心他们再增肥了 那可能因为摄像机可能会把人给拉胖嘛 就是可能看上去会胖 所以这个有的事情还是要控制一下自己的体重 你只要答应他们就是一定要健康的 对 开开心心的 然后去做这些事情 他们也会很开心 好的 是的 来 谢谢提摩 那先休息一下 先休息一下 祝福您一百年越来越胜利 谢谢 先休息一下 慢一点慢一点 大胜利 重大胜利 是 小心台阶 谢谢